晚上8点 全红蝉送来惊喜消息 马龙自愧不如 陈玉希 周继红看懂 大家好 我是体能中半戒冻哥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关注评论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一切顺利了 众所众之啊 现在距离巴黎奥运会的时间是越来越近了 各大项目都在进行刻苦的训练备赛 为巴黎奥运会做最后的冲刺工作 因为啊 现在已经是2023年的年底 回顾这一年以来 中国体育健儿们 无疑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惊喜 在多个项目上我们都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现在的这个时候 多家权威机构开始评选 2023年的年度人物 这是一项非常重大的荣誉 如果谁能够获得年度人物这个奖项的话 绝对是对于获奖者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认可 也必将激励获奖者在未来去实现更大的成就 在我国众多的体育项目中啊 中国跳水队大家知道 无疑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中国跳水队被誉为跳水梦之队 最终明星队员是非常多的 2023年中国跳水队完美完成了各项比赛任务 展现出了强大的这样一个统治力 外界对于中国跳水队在巴黎奥运会上的这样一种表现啊 也是更加的期待 中国跳水队内明星队员非常的多 但真正的焦点无疑还是全红蝉 现年16周岁的全红蝉被视为50年难得一遇的跳水天赛 早在两年之前的东京奥运会上 当时全红蝉便横空出世 以三跳满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单人使命台的奥运会冠军 可谓是一战成名 就连跳水民宿郭金金也被全红蝉他的天赋所折服 全红蝉的跳水实力出众 再加上他谦逊低调的性格 以及颇为励志的成长经历 一时之间全红蝉也收获了大量的粉丝 很多人是因为全红蝉而喜欢上了跳水这项 相对于比较小众的竞技运动 小小年纪的全红蝉也不知不觉的 为跳水这项运动的推广和发展 做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 随后进入到巴黎奥运周期以来 全红蝉被寄予了厚望 但是此时全红蝉他遭遇了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他的状态和成绩均出现了一些波动 成绩方面也是有着明显的下滑 在这个过程中全红蝉多次在个人主项 女子担任生命台的决赛中 不敌陈玉希无缘冠军 因此全红蝉和陈玉希的巅峰对决 也成为了每次跳水比赛绝对的一个看点 因为状态和成绩出现了波动 外界此时也出现了对全红蝉一些质疑的声音 但全红蝉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和他的主管教练陈若琳一起刻苦的训练去奋斗 最终终于突破了个人的发育观 2023年的多项比赛中 我们看到全红蝉他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 多次站上了女子担任生命台的最高的力量台 尤其是在杭州亚运会上 这个十分重要的大赛上 全红蝉他如愿加冕了亚运会的双金王 这也是全红蝉本年度的一个非常高光的时刻 不久之前结束的巴黎奥运会的资格赛和多哈游泳市井赛的资格赛中 全红蝉再度不敌陈若琪无缘女子担任生命台的冠军 本次比赛还是出现了一些争议性的话题 一些人认为全红蝉在比赛中是故意被裁判所押分 所以才输掉了这么关键的比赛 这件事情也造成了轩然大波 好在全红蝉他并没有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 随即立刻投入到了训练备赛的工作中去 那晚上的8点 全红蝉再次给我们送来了一个非常非常惊奇的消息 某知名机构正在进行年度人物的评选 在费典年度人物和费典年度体育运动员 两项重要的把单中 全红蝉均位列榜首 体现了全红蝉它巨大的影响力 那我们着重看一下费典年度体育人物这个榜单 上榜的运动员都是各大体育项目 非常知名的运动员 例如马龙 孙颖沙 张宇飞 汪顺等人 他们在2023年都有着很亮眼的这样一种表现 但是他们在评演中依然是不敌全红蝉 可见全红蝉的影响力 以及在本年度的表现 含金量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是受到广泛的认可的 作为国球的国拼一直以来 都是影响力非凡 国拼的领袖马龙面对全红蝉 现在也是自愧不如 在此让我们恭喜全红蝉 那现在这种局面 陈玉希和周继红两人应该是看懂了 那就是全红蝉才是 中国跳水队陷入今当之无愧的核心 应该给予全红蝉 更多的帮助和爱护 帮助全红蝉 不断的去提高和进步 这样的话 不仅能够保证中国跳水队在未来的成绩 一直是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 也能够让跳水这项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